這個爽打的搭檔 如果一個左手一個右手 是非常好的搭配出界 反手拍過是 射擊 多爽的魅力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新莊請育館的副場館 緊接著是一場非常 是的 大來賓王麒麟 他要跟廖允潔以及林靜倫 來一場一打二的 交流賽 真的是在我們的球迷信運動會 宏蘭聯軍最強的兩個宇邱好手 要來跟國手對抗了 而且我們要搶五分 馬上就來看看誰會勝出吧 一 二 三 二 加油 好 比賽開始 那他們是採取雙打的範圍 所以往前面要跑比較大的範圍 而且呢 何亮允潔跟林靜雯 是一個左手一個右手 是 左右開弓的感覺 對 這個雙打的搭檔 如果一個左手一個右手 是非常好的搭配 出界 你這個判斷的還滿好的 不接 全明星運動隊 先搶下一分 有 他帶起來 這個刷就 這球請我回 出界 是 最後 明星人雖然是回憶空 但球是出界的 二比人 麒麟可能先禮後兵 王麒麟 麒麟加油 他的搭檔 可惜 他一個人 想要換個小球 是 結果掛網 麒麟不會找李洋吧 李洋人呢 要反而去摳他 姿勢好美 其實一個平級 反手拍過去 上 好帥 好帥 脫手的威力 真的 殺的廖允潔 措手不及 廖允潔在我們這邊 已經超級無敵強棒了 但是這個球的傷害很 GO 不是靈力 GO 有夠力 GO 漂亮的一個回接 他拿第二拍了 回進門剛剛試圖殺球 反手拍 直接殺在廖允潔身上 他為什麼每次都跳跳允潔殺 3比2 現在王麒麟一分領先 太可愛了 直接拔球得分 可惜了 停牌了4比2 兩個賽末點的機會 小潔 我跟你講 下次桌球你就要這樣 要這樣 兩個打一個 對 哇 這真的是太熱血了 這個人品球 拔破王 好 那個留一點點懸念給我們 有 佛勞淚那股馬路 人品不錯 一樣是賽末點 5比3 大來賓王麒麟拿下了勝利 很棒的一場交流賽 讓我們看到的強強對決